人人有知识生活好本事 欢迎收看生活知识家PLUS 观众大家好 我是怡婷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之前在节目当中 有跟大家分享过了神经系统 还有心血管对我们人体的重要性 还有一个系统也是不容忽视的 那就是泌尿系统 那泌尿系统跟我们生活中比较有关系 比较有感觉的 应该就是在上小号的时候了 不过制造尿液的肾脏 可不只是把多余的水分排出来 这个工作而已 它还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 所以一旦如果肾脏功能出现了问题 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机能连带受到影响 所以不可以忽视它 那如果说今天我怎么知道 我有没有罹患肾脏病 还有如果罹患了肾脏病 就跟洗肾划上等号了吗 然后罹患肾脏病的病人该怎么吃 才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肾脏 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告诉大家 马上欢迎今天的来宾 亚大医院肾脏科主任周哲义 周医师 医师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医师我们知道说 这过去台湾有一个洗肾王国的称号 其实听起来大家都会蛮紧张的 对不对 都会说糟糕了 那这个肾脏的保健真的很重要 那做保健之前呢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先来 好好的认识这个器官 那认识器官之前 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肾脏科平常的一个范畴在哪边 OK 那肾脏科当然顾名思义就是 跟肾脏有关的疾病其实都是可以找肾脏科的 那实际上最常见的大概我们在门诊厂看到 病人可能来的时候都是说我腰痛啊 我腰酸啊 所以大家就跑来看肾脏科 那实际上肾脏是一个蛮沉默的器官啊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 他其实当他有问题的时候也不太会算 也不太会痛 那等一下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说 那我如何知道说有肾脏病 那除了腰酸腰痛之外 另外像说有结石啊 有小便感染啊 或者说有些人是因为健康检查了 去抽了血 然后才发现说肾脏功能不太好 那这些就是我们平常主要看的一些范围这样子 是好 那如果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发现说 自己的肾脏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潜在的一些疾病的话 就知道要来找我们的肾脏科这边了 好那首先呢就来认识一下 好好认识一下 我们肾脏有几颗 胃在哪里 它的功能怎么样 好请医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解说 是谢谢 那一般我们肾脏会有两颗 正常人大概都会有两颗 那它的位置的话在我们的后腹腔 就是大概在腰的位置 那就是上面像这个涂花的这个地方 那事实上大家都会以为说 它位置在稍微低一点点 所以很多老人家来讲 跟我们说我腰酸背痛 但事实上那个地方是比较低的 我们真正的肾脏在稍微高一点点 大概就在你的肺部的正下方而已 那所以正常会有两颗 那大家看这个图上面它会 两颗好像大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高地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本来我们的肾脏就是一边高一边低的 那右边会比较低是因为肝脏在上面 所以把它往下稍微压一点点 那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肾脏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 把水分排出体外之外 那事实上很重要的我们身体里面的电解值 只要我们听过的钠甲钙铃铭 事实上全部都是由肾脏来调节 那它的最主要功能就是 如果我们让我今天吃太咸的时候呢 它就把多余的盐分排出体外 但如果今天它功能正常的情况下 我甲胰脂吃太多了 它就负责把它排出体外 所以它总是要让你身体里面的各种电解值 维持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 那因为要做到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看到说 会有一条红色的叫做动脉 一条蓝色的叫做静脉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 就会把这个血液输送到肾脏之后 过滤干净了 把多余的水分啊尿液啊毒素排掉 那我们所谓的毒素事实上就是指说 我们每天吃了东西 然后一些电解值 一些蛋白质我们分解完之后 我们要利用这些能量这些营养 那它会产生一些废弃物 这些废弃物就需要靠肾脏 把它从小边里面排出 是所以之前我们会说这个肾脏 可以算是一个排泄的功能 可是这样听起来其实调节 对不对其实 对它主要是调节 对它应该算是调节 比较符合它的一个功能的状态 对不对 对啊如果说你的一个 像分泌的一些激素的部分啦 或者是说排泄的部分 如果说它没有调节好 就等于出问题了 对不对 好那如果出问题的话 就会导致疾病了 常见的疾病有哪些 我们来看一下 医师我们这边有列出一些 就是前天性啦 圣丝球这些 这些都算是我们常见的肾脏病吗 是的 这些是我们常见的肾脏的 原发的疾病 但是我想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有稍微听过一些健康节目的话 大概会知道说 事实上目前在台湾来讲 造成肾脏病最常见的原因 其实第一名是糖尿病 那第二名是高血压 那所以也有人说事实上肾脏病是文明病的一种 那看起来似乎就是因为大家吃的越多 然后少运动 那所以造成肥胖之后让血糖升高了 让血压也升高了 所以才导致会有肾脏病 但是像这样的病人大概占了七成到八成左右 那事实上还有大概两成左右的病人的话 他是先天本身真的是肾脏本身就有问题的 那所以有些是小朋友出胸的时候肾脏就有问题 或者是说生活里面可能因为一些感冒啦 那感冒完之后 身体产生一些对抗肾脏的一些抗体 那就会造成后面像这个肾脂球病变 那这个肾脏管跟兼职的肾病 事实上跟止痛药是比较有关系的 或者说你今天有结石造成感染 就会造成肾脏管兼职的肾病 那最后血管性的肾病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 如果说你的血管有任何的问题 那或是任何的血管发炎 可能就会造成肾脏的疾病 那这些通加起来大概造成肾脏病的20%左右 所以我们这边列出来是比较属于原发性的 一个肾脏病的问题大概占两成 我们平常临床上见的话大概两成 那如果说刚刚医师提到就是高血压 然后糖尿病 或者是甚至痛风尿酸 对引发的这个肾脏疾病把它占了八成 所以这其实真的是每一个疾病 它是都有相关联的 所以大家在这个保健上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 那有哪些症状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特别注意了嘛 尿液形态的改变身体不适 这一些都是可以我们平常来做一个判断吗 医生 通常我们在门诊会有很多病人 他来他就是因为看到有泡泡很紧张 那他就会觉得说他一定是蛋白尿 但其实我们跟大家讲这些 最主要只是要提醒大家说 可能因为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可能不会有什么症状 那所以我们如何从一些生活里面的小细节 也知道说我可能有问题要到医院检查 那实际上我们检查完之后 就可以很明确告诉大家说 到底有没有蛋白尿这件事情 那蛋白尿是我们目前最容易拿来侦测到说 你肾脏确实有出问题的一个方法 那所以这个上面所看到的说小便棋泡泡 就是指说 有泡泡的时候比较可能是蛋白尿 但是不是说你只要有泡泡的话就一定是蛋白尿 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跟应该也会有这种经验 就是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个泡泡很多 那但是其实基本上只要你昨天喝了一罐啤酒 或者昨天去吃了姜木鸭吃了羊肉卤多喝一些汤 事实上可能长起来泡泡就会很多 但是这个只是要提醒大家说 你可以去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事实上就知道说到底有没有蛋白尿 那这边我们秀出来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蛋白尿 所以它的泡泡不是一点点 是真的是像你倒啤酒倒完之后 它就会看起来像很多这样子 会倒这么多啊 我平常其实刚刚医师想举例是说我 因为刚刚在这个节目当之前有跟医师讨论到 就是说有时候你早上起来你一定会观察 我们就说其实你要去注意自己身体保健 就是从自己平常的生活的一些排泄 或者是说一些习惯去做个检视 所以我真的有这个习惯 是乖宝宝对不对 是 好去检查然后去看 就发现不对哦 今天这个有一些起泡 糟糕了 那一定要趁这个访问我们医师的时候来问一下 到底起泡 我常说小便起泡可能就是尿蛋白 肾脏可能会出问题 那起泡量到底是多少 所以其实是要到这么多吗 对其实一般我们看到泡泡它真的会很多啊 所以不是说简单一点点就算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稍微提到的一些像说血尿 或者是贫尿 那当然如果说你真的眼睛看起来就像鲜血一样 我想大家一定都会很害怕 我想这个一定会赶快跑去找医生 这个不会有问题 那贫尿的部分的话通常比较尴尬一点 比如说如果现在多喝一点水的话 当然就多跑厕所啊 所以这样算不算贫尿 那一般通常而言的话我们认为 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上厕所叫做正常的 那如果我一个小时就是每隔二三十分钟 就要跑一次洗手间 可能这时候就稍微贫尿一点点 但是我们这地方讲的贫尿 其实最主要是要提醒大家说 有时候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感染也可能让肾脏功能变差 那所以事实上感染它主要的症状就是贫尿 那所以如果说你去尿尿不但是贫尿 那又会觉得热热的觉得痛痛的时候 那可能就代表说有感染的问题 那我们如果可以开始治疗的话呢 就可以避免后面肾脏受损 那看完了这些症状 大家可以自己平常做个检视啦 好不好 贫尿咸尿啊 然后起泡 然后一些水肿 血压变高这些等等的 自己去做一个平常的一个观察 那如果说觉得跟之前真的是 有蛮大的明显的一个差异 就赶快来想想看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肾脏出问题了 赶快来请向我们的医师这边 好 那这些症状如果都没有或者是都有的话 那哪一些会是高危险族群呢 是那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说 糖尿病啊 高血压跟痛风 事实上是目前最常见的造成 肾脏功能受损的主要原因 那这事实上前面也有很多的研究 已经指出来说 像我们平常要在门诊训练 跟病人说你有糖尿病啊 你要开始吃药 通常病人都会拒绝 但是事实上根据研究 我们已经发现说 假设你一开始发现糖尿病的时候 就把血糖控制得很好 你过十年过二十年之后 发生肾脏坏掉的机会 事实上就可以大幅降低 大概百分之三四十 那你也可以选择说 我不要控制我再多撑一下 可是往往在这个时候 我们通常前面看不到 二三十年之后的事啦 那但是到时候就会发现说 你比较慢开始控制的人 事实上到二三十年之后 肾脏就坏掉的比较快 那高血压也是有类似的情况 那也有常会有人问我们说 我高血压我糖尿病我吃很多药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些药伤害肾脏 但其实不是 这些药物它才是能够保护你的肾脏的 所以因此规则的服药 然后能够尽快地把它控制在一个 比较良好的范围之内是最重要的 那另外像痛风的话 事实上它又跟糖尿病 跟高血压有点点相关联 似乎这几个病很容易加在一起 那一般有些医师认为说 其实没有所谓真正痛风造肾脏坏掉 大部分痛风会坏掉是因为 我们没有控制好 常常吃止痛药所以导致它坏掉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假设你有痛风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控制好 饮食控制啦 把它降下来 那只要痛风不要发作 不要吃止痛药 那事实上就不会因为这样子 肾脏坏掉 那台湾来讲的话 洗肾大概就是在65岁的 65岁上的老人家 那所以这一部分的 也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不过因为现在健保 事实上有65岁以上的健康检查 是每年可以做一次 所以我们是蛮鼓励大家说 可以经由健康检查 发现是不是自己有 肾脏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早点控制 是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长期滥用药物 其实这个过去在台湾早期 蛮多的 比如说有一些长辈喜欢听广播电台 有些欧油丸 这种 那长辈会觉得说 这是一种保健的方式 但没有想到说 这个药物的来源不明啦等等的 服用久了 就会造成这个肾脏 就是肾脏病的一个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常常讲到 一些遗传性的部分 这些其实都是高危险族群 那希望大家 如果说你有以上的疾病啦 或者是有一些遗传的部分的话 记都特别的来注意一下 好那这个呢 我们是先对这个肾脏的一个疾病 先做个简单的介绍 那再来如果说这些肾脏病 没有好好的去做保健 去做搭配医师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规划的话 他就会去研发变成一个慢性的肾脏病 那如果变成了慢性肾脏病 是不是就一定得洗肾呢 到底这些保健的方式要怎么来做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告诉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